在之前我在中国的时候呢 我就很想拍这辆车给大家看 可是当时因为有场地限制跟时间限制 所以没有办法拍到 不过不用紧 齐瑞马来西亚就接我这辆车 看到吗还是蓝色车牌的 在今天的节目中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辆车的一些优缺点 还有它在马来西亚的竞争对手 其实这辆车很有看头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辆车有兴趣的话 那么记得把影片看完 然后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第一点我们先来讲这辆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谁 它是一辆C7的SUV 车身长度4700mm 轴距2710mm 加上它有这个5加2的座椅设置 所以它在马来西亚的主要对手呢 就像是Lissan S-Trail啊 然后这个T1 Old Space 还有这个刚刚发布的Proton S90等等 价格部分呢也相当的接近 根据原厂表示呢 这款车的价位大概是在155,000到165,000左右 所以各位觉得这样子的价格 它是不是有竞争力呢 这辆车的最大卖点就是这个 2.0公升的TGDI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254HP 峰值流量表现390mL 如果我们单单以数据来讲的话 这具引擎的数据已经非常接近 BMW的B48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可以看出这辆车实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 官方的公布呢 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7.3秒 在目前这个同价位甚至可以讲200千里面的SUV呢 这辆车的加速表现应该是1等1的 如果你硬要讲马力数据的话 它可能只输给这个CSY的2.5Turbo半分 但是它的0到100加速会比这个CSY2.5Turbo快一点点 所以这个引擎呢实力 讲到这里你就应该知道它是多强了的 然后重点是它匹配的是7速的14双离合器变速箱 所以整体的动力衔接跟这个动力的效率呢 也会更好 然后这具引擎 你们可能会担心引擎不耐用还是什么 你不用担心 因为原厂给到这个引擎10年100万公里的包固 所以在100万公里里面 只要你跟着原厂的TNC 你的车子有问题拿回去还是可以获得Valentee的 然后我刚才有问到官方啊 他们讲在6月尾新车发布的时候 全马来西亚包括东马 会有30间3S以上的Center开张 所以这个Aftersell的网络应该不是太大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我要跟大家讲的 就是这个引擎盖 这个引擎盖的开启方法跟这个BMW一样 就是你拉两下拉杆就可以直接打开 而且它还有这个油压顶杆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拉开了这个引擎盖之后 你要去找这个拉杆盯着不需要 它是有油压顶杆的 在200千的车款有这样子配备的车款 应该也是很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值得点赞一下的 不过这具引擎的动力表现 等一下试驾的时候我才跟大家分享 第三个卖点就是它的内装设计跟这个质感表现 这个内装设计是采用最新的设计跟中国同步 而且你可以看到你摸得到地方全部都是软质的塑胶 然后这边还有氛围灯的设计 整个内装的质感表现非常的好 然后在设计的部分 两个双联屏非常的高清非常的流畅 而且支援无线的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然后这个冷气控制面板是触控的 这边打开还有这个无线手机充电机座 还有自备架 Stairing跟这个电子排档杆 也是主意型的设计跟Omoda 5一样 然后还有一点如果你熟悉Mercedes-Man的车款的话 你看一下它的门板设计 这个门板设计跟Mercedes的设计非常的类似 而且质感也非常好看到吗 都是软的塑胶 它的这个Atas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强烈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配备了Sony的高级音响 音响的效果非常的不错 停一停 大家听到这个感觉了吗 非常非常的好 在这个数位快仪表旁边有四个快捷键 可以关掉一些安全配备 好像车身动态稳定系统啊 还有这个车道偏离警示系统等等 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快捷键 用起来是非常的方便的 然后另外这辆车也配备了完整的 安全系统 包括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全车系还有酒气囊 还有540度的camera 尤其是这个540度的camera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尤其是在你在停车的时候 这辆车车身比较大嘛 你停车的时候 这个540度的镜头可以显示多angle 让你停车的时候更方便 这个也是目前同级车宽唯一拥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边下面还有一层空间 可以让女生放手提包包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就算是我的话 我的皮包手机丢这边都没有问题 好啦 接下来我们就去看它的后座 第二排的空间表现 第二排的空间表现 因为有全景天窗的关系 所以这个压迫感不重 做起来是非常的舒服的 重点是我觉得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同样也非常的attached 你可以看这个皮革是多么的软 然后后面有这个独立的冷气出风扣 还有这个两个USB 一个普通一个Type-C 手机要充电没有问题 中间这边几乎也是平的 所以中间座人的话问题也不大 不过建议做小孩子就好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 因为这辆车是5加2的设计 所以它的第二排座椅 可以前后的滑移 所以你前面你滑向前的话 后面的空间表现应该就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空间表现怎样 官方把这个Tigo X Pro 称为大5座车型 意思就是讲后面这两张座椅 其实只是给你紧急情况下使用而已 后面坐大人的话就像我样子 头部基本上没有空间了 所以坐起来会有点辛苦 但是坐小朋友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虽然如此 但是他们在后座还是配备了 独立的这个冷气出风扣 所以这个独立冷气出风扣 最少可以让后排整个不会那么热 我觉得这个空间表现其实还OK啦 但是你就是不要期望大人坐下机会很舒服 给大家买了新车之后 应该会增加一些accessories 在这边介绍你这个70mm的A400 dashcam 它拥有前后的镜头 1440p跟1080p的分辨率 重点是前面镜头还有145度的超广角 然后你可以用App来控制跟导入 footage 在你的电话里面是不是很方便 重点是现在你在Auto Toyota My 购买这个dashcam呢 你还可以享有折扣 记得输入邮会码 购买链接我放在下方简介栏 记得来光顾一下哦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驾TGO X Pro 这款车 首先我要讲的是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 以一个2.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来讲 它是偏柔顺的设定 你可能想到2.0它应该会很暴力 其实它是暴力 但是它在暴力之余它还是有点柔顺在 很适合在你一般市区驾驶的时候使用 尤其是它这个油门的调教是比较轻硬的 它不会讲一踩就冲一踩就冲 车内的乘客不会不舒服 而且呢在你需要动力的时候 你稍微深踩一点油门 这个车辆的这个动力表现呢就可以直接爆发出来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偏向舒适跟流畅的移动过程 但是如果你要它真的真的很暴力 其实它也做得到 因为原厂提供了三个驾驶模式 分别是这个运动模式 然后Eco模式还有普通模式 我一般来讲我只是用普通模式架 我已经非常喜欢它的动力表现 如果说你换去它的这个Sport模式的话 这个真的会很暴力 等一下我们来试一下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没有人的路上 我们使用这个运动模式来玩一下 切换到运动 而且它是这个英文跟中文都有讲到 它是Sport 都运动 OK 完全静止的状态 我们来身材油门 1 2 3 哎呦 这个引擎的动力 这个声音 哇 哇 官方表示它的0到100加速是7秒3 但是我觉得这辆车动力 找不到一个原因去形容 就是它真的是比较Smooth一点的 然后7.3秒它是真的做得到 但是它是没有我现象中的降暴力啦 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在你在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 可以给你很好的底气 如果好像前面有辆车很慢顶着你 你要超车的话 你稍微打一个Signal 身材油门 你看它的动力就来了 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这辆车的动力表现 绝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2.0公升就是2.0公升 动力部分我很满意 那么在这个驾驶表现呢 要跟大家先讲一下 这个车的驾驶表现 其实我是觉得普普通通而已 因为这辆车主打的就是一个家庭用途 跟行政用途 Handering不是它的诉求 这辆车的Sterring很轻 非常非常的轻 所以很像我们在这种搭慢路架的时候啊 我转Sterring是真的是非常的好转 完全没有压力 就算是女生开这台车 也是可以很轻松的handle到 然后另外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悬吊 其实也是比较的软啊 尤其是在刚才我有试这个高速弯的时候 它这个侧倾会比较明显一点 从这辆点就可以知道 这辆车完全都不是一个主打运动化的车款 所以大家不要去aspect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会很出色 不过这辆车的悬吊 整体来讲舒适性是OK的 尤其是在你做长途驾驶的时候 它可以给到你 你旁边的乘客还有后面的乘客一个舒适感 这个舒适感我觉得可以给到一个75分80分左右 还不错 只是如果是讲你在这种花园路走 还有那种减速带啊 红线黄线的时候 它那个碎震就会比较明显 它会有咚咚咚咚咚咚咚的感觉 这个可能就会稍微影响到你低速行驶的舒适感 高速行驶舒适感它没有问题 低速的话就会有一点点的影响 然后关于这辆车还有一点 我很喜欢的就是它的steering放在右手边 这个对于大部分的马来西亚人来讲 都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设定 所以这边要给其入一个赞 总体而言这辆车不主打handling 主打的是舒适 而且动力表现确实很不错 只是油耗表现有点点可怕啦 但是可以理解 因为这辆车毕竟是一个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简单试驾 影片的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怎样的朋友适合买这辆车 首先你要很喜欢科技的配备 因为这辆车配备了很多科技感的东西 例如讲它有无线的Android Auto 跟Apple CarPlay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同级车款应该只有几辆有 它就是其中一款 然后第二点就是你对这个动力很有需求 因为这辆车配备了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动力表现是真的足够 尤其是在你高速的时候 你要超车它的动力储备就非常的足够 然后第三点它的舒适性很好 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呢 它可以给到你一定的舒适性 车上的乘客不会complain车很跳啊 还是怎样啊等等等等等等 然后第四点就是它拥有非常多的先进安全配备 确保了你车上乘客的安全性 这个对于家庭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最后个要讲的点就是 这辆车是5加2的座椅设置 虽然讲后座第三排的这个空间不大 但是在你临时有需要的时候 它还是可以拍上用场 OK 接下来我就讲几个这辆车 我发现到比较明显的缺点 第一点就是这辆车的MVH不是太好 引擎防火墙在你拉高转速的时候 引擎升浪并不是很吵 但是轮胎的噪音就会很明显 不过我相信这个是轮胎的果啦 所以买了这台车的朋友 如果这个budget允许的话 我会建议你去换更好的轮胎 然后第二点就是那辆车的油耗表现 并不是那么出色 毕竟2.0公升 254HP 390Nm的车子 你不能expect它的油耗有多好 在我试驾的这段期间呢 我拿到最好的油耗大概是8.5L per 100KM 平常来讲的话它大概是介于9.5到10.5之间 这样的油耗表现你觉得可以接受吗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 这一个TGO AgPro的新车试驾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